講著那位置就只差一步可以登天 但是這一步呢 可真的是踏不上去了 但是我們說到馬英九 馬英九現在奉為像天子般 但是他射出來的是三刀 但你看看日本 日本的安倍晉三射出來的三劍 針對的是經濟 但是呢 馬英九射出來的三刀 不對經濟喔 對的是鬥爭 沒錯 我跟你講 馬英九有兩大左右 黃金 什麼 黃金密探 嗯 對不對 黃金劍 黃金劍 好 也可以這麼講 誰呢 好 那當然是檢察總長 黃世民啊 對不對 當時開的記者會 多麼坑坑有力 另外一個 嘿嘿嘿 大家不要搞錯喔 羅志強 表面上是 總統府的副秘書長 對不對 背地理事金普松 在台之分身啊 有任何緊急情報 你在總統身邊 要馬上跟我回報 回報 我來替總統出主意 知道嗎 原來算計的那部旗的人 正在美國那個地方 遙控台灣的政局啊 我跟你講 這個早就已經盤算好的 他人走到到美國去 但是要放一個人啊 對啊 你看看 昨天晚上十點鐘的時候 黃金同時出動 我們在電視媒體上 同時可以看到兩個人 都呈現在電視上面 注意到上面還有畫面喔 害得 S人機車 Live連線 非常的急啊 你看我問你 昨天他們兩個同時 在晚上十點 搶在馬英九 今天早上要開記者會之前 兩個一起開 晚上十點耶大哥 那在 黃金平 回到台灣 八點開記者會 不到兩個鐘頭 他們分別開 你要搞死我們新聞台是不是 到底要連哪一邊呢 觀眾要看哪一台呢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呢 這叫做策略 我告訴你 這都是先經過沙盤推演的 也就是說 這個就司法層面來講 這個就政策層面來講 這豈不就是馬英九的 以天劍跟屠龍刀 屠的就是王金平啊 黃世民就是說 今天他用這一刀 砍下去的時候 讓你覺得說 你根本沒有辦法接招 意思是什麼 因為這一招 這一刀就劍骨了 對 我可以告訴你 你王金平就是官說 所以他這個劍非常的陰狠 你就曉得說 原來他們這個操盤方式 都經過時間點的精密的計算 分別由司法 政治和黨的分工 三個分工 來完成這樣對什麼 對王金平的圍殺 第三把劍 當然就是馬英九自己了 兩把劍架在你脖子上 第三把劍就直接刺激你的心臟啊 而且是迂迴策背 先說 哎呀王金平啊 每次在關鍵時刻都挺我啊 給我送溫暖啊 但是 這個叫大是大非 那現在大家就在想啊 那 將來黨紀主份之後 那立法院長不是要改選嗎 是啊 後面還有更難的 其實這個還是簡單的 核四公投 福茂協議 我可以現在就告訴各位觀眾 馬英九一定要過 這個不過的話 我跟你講 這是他的政績 但絕對不能不過的 聽說有人已經把整個氣 整個局都模擬好了 對 都模擬好了 我們把長濟人 亮出來了 等一下 長濟人 你這個人是金普抽 我剛才講的 你說背後的長濟人就是金普抽 立剛 你剛才聽完我講那三件 你會不會覺得 這跟馬英九的個性不太合對不對 你說做事風格跟方式 風格 這種謀略的方法 開明的掌握 完全不是馬英九的調性 那不是他的調子嘛 那是誰的調性 那個叫做連環追殺 你難不成就是說 這位長濟人的調性嗎 他最擅長什麼 叫做輿論包裝 以及選戰策略 多少年來 這些選戰怎麼幫馬英九打贏的 馬英九的形象怎麼形作的 然後在街上文宣的炮火 這都是金普抽的強項 這一次啊 國民黨裡面的鬥爭 血淋淋的呈現在所有國人的面前 但呈現出來的結果 你覺得會是金小刀 他的操盤絕對成功嗎 王靖平背後可能也有長濟人哦 休息一下來告訴你 馬英九總統 馬英九黨主席大動作的 把王靖平給開砸了 開砸下去之後呢 考機會把王靖平的黨籍撤銷了 傍晚的五點半的時候呢 這份資料已經送進中選會了 而中選會會將資料送進立法院之後呢 王靖平那立法院院長的寶座跟位置 正式被拔除掉了 想想看 馬英九的動作如此的迅速 在今天傍晚的時候 連勝委也說話了 我們國民黨可不是大明王朝 嗯 你有沒有覺得 好像有諷刺的意味哦 馬英九身邊有個東廠在 那豈不就是大明王朝的那個時代 東廠的禁衛軍呢 可是王靖平從昨天飛機落地之後 他非常的平靜 平靜之下 是否王靖平他有下一步棋 是否王靖平在背後 也有藏進人在幫他琢磨著 路該怎麼走呢 對 立剛你剛才講到 五點半最新的發展 這個中選會決定了 沒了 完了 我們來看其實國民黨它的陰謀 它是一步一步的 我們回顧今天整個政治龍捲風 精采了吧 從來沒看過 八點半來一場 九點半來一場 一刀兩刀 我在國外一通兩通 call你 結果怎麼樣 就是叫你回來不回來嘛 那我現在慢慢慢慢一步一步 今天最新直接送到中選會 這背後的陰謀是什麼 本來呢 國民黨你是一個被檢舉人 你是一個被投訴人 你的這個黨籍有問題呢 其實他應該要從這個中央 黨中央再慢慢到這個考包市 慢慢再把你的這一份送到你的黨籍所在地 反正說我說高雄市黨部啊 這王金平高雄市黨部應該送到那邊 高雄市黨部再你一個文 再送到王金平你家去 這來來回回十幾二十天 但是今天的速度很快 一天就全部解決掉啦 因為它根本更改了 改啦 根本更改了 改的目的就是 二零一零年的十月就改啦 原來 靜悄悄 可見得這部期要下之前 其實已經安排好了 早就盤算好了 所有的佈局了 對 早就盤算好啦 我是一步一步按部就班 不然我怎麼會 八點半我先出來罵你 王金平我痛心啊 我失望啊 我怎麼樣我們知道 九點半馬上出來照本宣科 很聽話的黨中央就這麼決定了 馬上下午最新的回應說 欸 這個假處分 我王金平急了 我院長位子也沒了 立委位子沒了 我申請假處分沒有用了 王金平這一次真的是被馬一九給斬立絕 一點時間都不留給他嘛 完全讓他沒有任何申訴的機會啊 完全趕進殺絕 就是這四個字 好 可是這麼趕進殺絕 我們也看到這個老王 我們說他有一個老王哲學 他很能Q 他藍的Hold得住 他綠的他也掌握得了 所以他在整個朝野都很吃得開 所以昨天怎麼樣 來 看 王金平院長一出來 那整個是 全部的人聚集上面有紅布條的 你跟著王金平一起坐同一班飛機進來的 一路 在經濟艙裡面 在商務艙裡面 多少人到前面排隊 院長跟你握手 很多是台商 根本不知道台灣的政治動盪 可是全部都到經濟艙前面 去跟他握手 跟他要簽名 一出來 就是整個 就他沒有喊 動算 大陣仗 真的是大陣仗 大陣仗啊 院長加油 甚至馬英九下台 這樣的話都喊出來 但是 我們看有哪些 這樣子的陣仗裡面 代表了些什麼樣的含義在當中 對 他一走出來 當然 這個大家說 這個內定的洪秀柱院長 那個時候還是洪秀柱副院長 等一下 洪秀柱 也來接他了 也在現場 那他的表情跟態度呢 看了看他 沒說什麼話 兩個人四目相交 立刻噴到旁邊 因為旁邊很多立委 你看看 洪秀柱就在那角落旁邊 但是洪秀柱的表情很嚴肅 完全沒有任何的 像其他的立委 這樣子歡呼的口號嘛 沒有 這只有一句話 此時無聲 甚有聲 乾脆 這是 這是 他也怕畫面拍出來 被馬英九看到了 你對王金平如此的熱絡 可能馬英九對他 又有所猜疑囉 所以我來送你嗎 但是我沒有多說什麼 就讓這些人來說吧 好來了14個立委 到底有誰 我們看真的很耐人尋味喔 李慶華來了 黃昭順來了 李洪軍來了 這些以前都是怎麼樣 都是比較輕宋的耶 你說這三個人 都是比較輕宋的人 對啊 宋的人來了 他們以前親民黨的啊 是不是宋主席的分身來了 宋主席分身到了 對啊 他旗下的立委都來了 都來駐政啊 像李慶華身分尷尬耶 為什麼他提核四公投耶 這回不提了 昨天還撤案了 撤案了啊 對啊 馬英九直都剛才打了一巴掌下去了 先打了馬 再代表我是宋的人來了 我就是挺你王 對不對 整個就是給王的氣勢起來了 好 除了這些國民黨立委之外呢 還有誰 有趣囉 連的人也來了 連戰的人也來了 連戰不是早上的時候 才在報紙投書啦 說李馬英九不應該這樣子啊 我應該挺王啊 做事太粗糙了 對啊 結果他的這個中常委 就連勝文這邊的人馬 包括他的特助來了 也包括這個中常委 李德偉也來了 連戲也到了 宋戲也到了 都集合囉 這些在國民黨 以前很有聲勢 很有抗爭的人 默默伸出政治黑手了 看不下去了 馬英九我的事我看不下去了 都看不下去了 對 藍 這個藍的 宋的 還有這個連的都來了 還有誰 不是只有藍的而已耶 你看看台聯有誰 呦 台聯也到了 好 新上任的 葉精靈也都來了 這些台聯的也來了 好 無黨的有誰 高金素媚也來了 跟他擁抱喔 加油喔 院長你加油喔 好 當然還有一個 默默在旁邊的 洪秀柱副院長 洪秀柱 畫面上面可以看到 在這邊 默默的站在旁邊 沒有什麼表情 對 就這樣 遠遠的凝視著他 因為怎樣 此時無勝勝有勝 我都會跟你講太多 老馬可能會怪我 我沒來送你 你可能會覺得我無情 好想要卡你的位子 所以我就在旁邊 默默的凝視著你 來也不是 來了也不是 但是民進黨的人呢 民進黨的人 當然不能很尷尬嘛 是啊 那 所以民進黨的人沒有到 但是他們的聲援都到了 噢 聲援的來了 聲援的來了 怎麼說呢 來 看這個人 人不到 花仙到 他就是花媽是也 等一下 高雄市長啊 陳菊 陳菊送了花蘭到這裡了 所以這也表示說 高雄人非常關心裡面 你看 上面的字句寫得清清楚楚 這也表示說是綠色的人在挺著王金平 都來啊 對啊 他是不是也來 他是把花送來 而且寫的這個話 有點曖昧不迷 我不太好意思 我就是挺你啊 但是 我用個高雄 我們的關心是高雄 高雄我們關心你 所以院長你要加油 所以你看到呢 藍的 綠的 台蓮的 五檔的 全部都到齊了